小孩挤眼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康前燕 新人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主人医师 小孩挤眼睛 可能的原因呢 是不是有东西挤眼睛里了 他不舒服 他就在这挤眼睛 还有一些呢 小孩是倒眼毛了 特别是小胖孩儿 那么他那个下眼瞼呢 都比较这个拥挤 然后有些那个内侧的那个眼毛 刷到眼睛上 那么是不是还有睫毛眼啊 角膜眼呀 干眼呀 都可以引起呢 眼部的不实 那么孩子就会挤眼睛 也有可能啊 这个小孩的视力不好 他要看清东西 他的眼睛得眯上 他就在那挤顾眼了 那么还有呢 就小孩有一种像多动症啊 他有一些呢挤眼抽搐 那他不光是挤眼 他可能还有别的动作 他还有这个这个伸脖子 还有什么叫声啊 这些呢都要注意 那么还有些小孩呢 就可能他就习惯性动作啊 他就做一做 那么我们常常跟家长说呢 你不要老说孩子 越说呢 他有这种心理暗示啊 要说他挤得越厉害 那么有的呢 也就是一过性的 他这段时间挤完了以后呢 也没有啥特别 他也就过去了 所以呢家长也不要那么焦虑 你到医院来检查完了 没有特别的 旗帜性的改变呢 你就放心的让他呢 把这段时间过去 不要老说他 越说呢可能会越厉害 不应该怎么办 感谢观看